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于是相约一起到开发的那座大楼选择自杀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短发被动手之后直接把小丽给吓傻了 最终因为太害怕十月逃跑了 二十年后小丽成了一个地产的开发商 生活很优越 还有一个乖巧的女儿小花 最近小丽准备重新启动当年爸爸的工程 于是带着投资人和小花来实地考察 无聊的小花就在大楼里四处转悠 拿着手机各种拍拍拍 从这以后小花就开始不对劲了 多年没有犯过的梦游症又犯了 而且就像在跟人说话一样 这把小丽吓坏了 直接找医生开了些药 准备好好调理一下小花的身体 转过头小花就在家梦游上了调 还好小丽及时赶到救下了她 这回小丽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 于是带了些贡品去大楼祭拜短番妹 却被一阵斜风吹跑了 为了防止小花再有危险 小丽开始无时无刻地看着她 到了半夜就发现小花又不见了 找了半天才发现 小花一个人躲在角落里淋着冷水 小丽立马把她送到了医院 可是由于护士的疏忽 小花又不见了 找了一圈 在小时候的家找到了她 为了保护小花 小丽决定了结自己的生命 可是短番妹不吃这套 小丽还是没死成 绝望的小丽找到了短番妹的妈妈 威胁她 你要是敢弄我女儿 我就让她陪葬 当然小丽也是被逼得没有办法了 这根本不是她的本意 小花这边也知道了事情的真相 她不想看到自己的妈妈受折磨 决定用自己的命换回妈妈的命 小丽匆忙赶到那座大楼 和短番妹展开了一段激烈的人鬼搏斗 但还是没能阻止她的复仇 她看到短番妹的鬼魂站在了小花身边 最终小花被一枪击中 不过也因为母女身后的感情 在开枪的那一瞬间唤醒了小花 使得枪口偏离 小花也成功地被抢救回来 但是因此变成了植物人 影片最后 小花在妈妈的照料下 逐渐有了意识 小丽也激动地流下了泪水 影片也到次结束 这个电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别闲着没事 总想着玩自杀 死都不怕了 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在生命面前 一切不愉快的事都是小事 好了 小飞最后重申一次 这部电影的名字叫 《诗约》 喜欢这部电影的小伙伴 可以私信我呀